那小孩直接一掌击剑,迎了上来,他的躯体已经部分石化,撞在剑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。 蓝西辰手指划过剑边,灵力又加持了一层,逼得那小孩猛地退了几步,紧接着剑就擦着他的脖梗掠过,划破了他的喉咙。 生儿,旁边的妇人大叫着冲了上来,挡在了那小孩的身前。 下一瞬,却直接被栗爪撕碎,鲜血混着肠子肚子流了一地。 蓝西辰看见他被剑划破的地方一丝血都没流,眉间一皱,朔月顺着他的指示穿透了小孩的胸口。 没用的,攻击他的头部。 温若寒上前一步站在他身后提醒道,都退开。 蓝西辰看着周围蠢蠢欲动的人群,沉着声音呵斥他们。 他回头看了一眼温若寒,咬牙提着剑迎了上去。 蓝西辰心里担忧温若寒,连出剑也狠了几分。 缠斗不久,便将小孩的脑袋顺利搅碎得一干二净。 周围的人早就静默着面面相去,不约而同地捂住了自家孩子的眼睛。 谁也没想到,仙气飘飘的公子出手这么干脆利落。 反倒旁边站着的高大男人,却丝毫没有上前掺脚。 蓝西辰快步走向温若寒,没事吧。 收到男人的点头后,这才转向众人,此物乃邪物,我已将其就地处置。 只是如今我二人急着赶路,无法为大家查找根货,暂且节鎮于此,你们都不要踏出这个范围。 他手腕一动,便要结印。 你们来之前明明是好好的,没有什么邪恶,大娘的孩子和组长的孩子经常和我在一起玩,谁知是不是你们招来的邪恶把他们害死了。 后面冲出来一个少年,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,眼中全是恨意。 蓝西辰的动作顿了顿,依旧将结界牢牢地笼罩在村子上方,甚至加厚了几分,薄薄的流光附在上层,煞是好看。 蓝西辰与他年岁相差不大,心性却经受磨练,叫他成熟许多,自是懒得跟他计较,谁知那少年却突然冲上来,打断了他的结印。 他后退一步躲开,手上动作却不断,很快结界就隐藏了下去。 我看这人就是居心叵测,想借此吸取我们天巫族运势,况且他们行迹可疑,还遮遮掩掩,必不是什么好人。 说了那么久,还害死了两条人命,还不是为了不让我们搜身,他们身上必然藏着什么东西。 巧舌如簧,这个少年,可比刚才两个都聪明许多。 可,可,家主。 蓝西辰有些担忧地望着他,温若含脸色苍白,已是不能耽搁,然而此时此地却完全不能动手疗伤。 愚昧无知。 他也动了火气。 你们愿意相信我,就不要走出结界,在这里面,大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 朔月。 薄剑将他们二人托起,他轻轻一动,直接遇见消失在他们面前。 还吃吗? 温若含一边回头问他,一边将料包拿了过来。 多亏了这附近的村民,他们才能吃上这顿饭。 虽说温若含年轻时,经常出去游历,在野外颇有经验,但如今蓝西辰跟着他,自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吃得随意。 野外烤鱼看起来简单,实际上做起来相当复杂,首先去鳞,没有刀。 蓝西辰一脸茫然地望着他,温若含欲言又止,将鱼递给了他。 你用灵气将他的鳞片包下来。 气气黏黏地遇到了他手里, 蓝西辰疼地一下就甩了出去,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 还好温宗主早有准备,伸手接住了那条可怜的鱼。 你拿着,我,我弄。 蓝西辰绷着一张脸,像是应对一场劫难般庄重,温若含含笑盯着他, 无奈地将活蹦乱跳的鱼放了下来。 到最后还是温宗主亲自出马,去前面点灯处借了寻常人家的堂钱。 蓝西辰靠在墙边,专注地看着他将鳞片包下, 在鱼背上细细切下花刀。 姜、椒、葱、小蒜、胡芹、温若含一边将这些混在一起切碎, 一边抽空去跟蓝西辰讲。 蓝西辰走近了些,苦笑着摇头, 家主,这些就不必跟我讲了,我对这,没有天赋。 他从小就记不得这些东西,生活上的琐碎事情对他来说显得非常困难, 甚至连锄肩服弱都感觉比料理这些东西轻松。 家主的训练里,唯一没有的就是厨艺, 他自己也不挑,以前是能凑合就凑合。 他拗不过温若含,还是乖乖站在了台前,按他的指示去做。 颜、齿、醋,每当他找错的时候, 温若含总是会适时地抓住他的手, 带他找到正确的调料。 浑厚的暖意触碰到他, 近在咫尺的俊美脸旁让蓝西辰一阵恍惚, 停住了呼吸。 接下来将他们混在一起。 温若含耐心地教他, 耳侧被温热地呼吸刺激地通红。 奇了怪了, 从前温若含逮着他就是欺负他, 如今将他救出来这么多天, 反倒一次也没碰过他。 蓝西辰摇了摇头, 红着脸将这些心思甩了出去, 这种事情怎么能主动, 太丢人了。 家主若是想, 也不是不, 话。 啊! 他猛然回了神, 面前的温宗主正有些担忧地望着他, 你脸好红。 男人粗糙地指腹, 碰了碰他滚烫的脸颊, 有些疑惑。 没, 没有。 他捧着脸, 慌张地垂下头, 犹豫地开口。 家主, 你的灵力, 当真没有办法恢复吗? 一路走来, 温若含一次灵力都没用过, 全凭蓝西沉护着, 说来奇怪, 自从解了古毒, 温若含就如同普通人一样, 他原先以为是重伤所致, 直到最近才悟出些端倪。 调料不知不觉已经弄好, 他们二人一边聊着, 一边拎着鱼谢过村民,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 温若含摇摇头, 笑着问, 怎么? 若是恢复不了, 你就不保护我了。 没有, 只是, 蓝西沉的动作顿了顿, 有些担忧, 若是我走了, 你会不会, 你要回去了? 蓝西沉躲开他的目光, 有些无措。 他近日接到传信, 命他诉回蓝家, 想来是有什么要紧事, 他暂时无法卸任家主之位, 便只能委屈温若含了。 男人的目光阴沉了下来, 他上前一步, 捏住了蓝西沉的脸, 你确定, 要将我一个人扔在这里? 蓝西沉不适地偏了偏脸, 又被他掰住下巴掰正, 他眼眶湿润, 轻声孽如, 对不起。 若是将他带回去, 会更麻烦。 如今只能用这种办法, 虽然要分离一段时间, 但他一定会尽快回来找他的。 你走吧。 温若含冷静了下来, 他知道这是别人有新设计的, 恐怕蓝西沉这趟回去之后, 便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可他没有挽留他的理由。 我明天, 现在就走。 冰冷刺骨的声音, 温若含不想看见他。 家主, 你别这样, 蓝西沉见他态度变得如此之快, 有些慌张, 他声音颤抖, 抱住了男人的腰。 对不起, 男人双手狠狠捏住了他的肩膀。 蓝西沉, 我可以理解你作为蓝氏家主的责任, 但是我同样也不原谅你如今待我的行为。 蓝氏不换家主, 你我便不能真正在一起, 这笔汁在温室都更煎熬。 若是真的如此, 我没有灵力护体, 便如普通人一般, 数十个春秋就会老去。 到那时, 恐怕你还不能脱身吧。 对不起对不起, 蓝西沉没想到温若含考虑了这么多, 他眼泪啪哒就掉下来了, 将脸埋到他的肩膀上。 罢了, 温若含摸了摸他的头发, 心里也是隐隐作痛, 只是他习惯了隐忍, 面上依旧不动声色。 两男拳, 总要选出一个, 他已经做好了被遗弃的准备。